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武术冠军 也是医学专家 更是特异功能大师 而且她学冠中心 拥有武术方面的硕士学位 还在中国和美国都拿到了中医的博士学位 话不多说 李游甫最出名的就是她咬诊的功能 就是不接触病人 远远的看一眼 她就可以说出 这个人生的是什么病 病灶在哪 她曾经跟北京好几家的医院高校合作 搞这咬诊的研究 看过4000多的病人 准确率几乎是达到了百分之百 这也太神了吧 很多人就不信 有一位老中医就是死活不信 非要跑过来挑战一下 结果 李游甫清静的看了她一眼就问 您有冠心病 十二指肠溃疡 右腿还有关节炎 是不是啊 老中医当时就呆住了 半想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是一拍桌子说 从今天开始啊 我相信气功了 这慢慢的 李游甫的名声就传开了 不少的北京高层 包括国家主席 部长 将军一级的 都请她去看病 有一些疑难杂症 人家花几十万元才可以检测出来的病 她看一眼就能说出来了 后来她这功能还更发达了 甚至发展到了她都不用看到人 光听一个名字就可以诊断的地步 原中国空军中将刘亚洲 就曾经让她姚策夫人李小林的身体健康 刘福准确地说出她有失眠的问题 右腿还受过伤 刘将军说这失眠症确实不假 可是这腿伤好像是没有啊 刘甫就坚持说 如果失眠看对了 那这右腿的伤也跑不了 不如您找本人问问吧 刘将军就给夫人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电话那边夫人说 前一年出过车祸 被撞伤了右腿 不过就是没告诉她 可能是怕她担心吧 而这一下 刘亚洲可是对于刘甫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么一来 从高层到民间 不少人都开始相信这气功是真正的科学了 后来呢 齐学森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人体科学 那么从人体科学的角度来讲 李有福的这个摇枕功能 又该怎么解释呢 他说啊 其实这很简单 秘密就在掌心之中 因为人的手掌上的各个部位 是跟人体的器官相对应的 每个部位都会有冷 热 胀 痛 麻 等九种不同的感觉 只要他的手掌能跟病人的身体对应上 那么凭着这些信息 就可以知道病人的病征在哪了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建立这种对应关系呢 他说没有秘诀 就是要把心静下来就行了 他说人的大脑就像一池清水 静下来可以看到反射的景物 而当这颗心真的静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李有福发现更多的人体功能 就也可以解锁了 比如说天幕 李有福的天幕 不但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 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前世 1987年 李有福开始跟北京的一些中医院 还有研究机构合作 找了一些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 一起进行轮回研究 他们的实验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来做的 就是双盲测试 他们让不同的人来看同一个人的前世 接受测试的人互相之间也是不见面的 有的甚至还在不同的城市呢 而神奇的是 这些人看到的情况却往往惊人的一致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们看到的很可能就是真相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在编故事的话 那编出来的细节又有多少是可以那么相似的呢 那也不太可能呀 这概率应该是很低的 比如说有一次啊 刘甫和一个小孩一起看一个人的前世 这是一位挺有名的编辑 刘甫用天幕看到说 他的前世是一只动物 长得像一头狮子 不过毛少了一些 而另外一个孩子看了说 这位编辑的前世 其实是一位神仙的坐骑 一头麒麟 狮子和麒麟不完全一样 但是相似度已经非常高 很相似了 对吧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只要我们上网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暴露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是谁呢 另外一个人吗 是 不过他们不是外星人 他们是我们世界中的互联网提供商 为什么他们想要我们如此详细的信息呢 收集数据 因为啊 在21世纪 数据资源可以说是商人最大的财富了 然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好 对吧 这就是我使用ExpressVPN的原因 问问大家 您有没有发现 经常搜索过一样东西 然后呢就会发现这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相关的广告 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很多的国家啊地区啊 比如说在美国 AT&T和Verizon还有这些互联网提供商 就会将您的浏览活动出售给其他的这些人 这实际上呢是合法的 但是这很烦人对吧 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还让人花费更多的钱 而且呢 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种淡淡的感觉 我们知道有人知道我需要什么 有人知道我喜欢什么 如果说是我的家人朋友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陌生人知道了 就感觉很不安全了 对吧 也许你会说 没问题啊 因为我选择了隐身模式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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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即便您衍生了 即便您清除了所有的浏览历史记录 他们依然可以看到您在网络上所做的一切动作 不过呢 只要使用ExpressVPN 我的所有流量都会通过加密服务器来发送 任何人都看不到我的浏览历史记录了 您可以在所有的设备上安装ExpressVPN 手机啊 笔记本电脑啊 平板电脑啊 等等 而我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 就可以将它打开 然后保护自己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我过去呢 尝试过很多不同的VPN 但是我仍然更喜欢推荐ExpressVPN 因为他们只投资高级的服务器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网速还是超级快的 通过ExpressVPN 您甚至可以从近100个国家或地区当中 进行选择来设置您的位置 这对于看节目超级有帮助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英语不好的朋友啊 是无法观看Netflix 因为没有中文字幕嘛 但是使用ExpressVPN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 它可以把您的这个地点啊 换到新加坡边海湾 然后新加坡Netflix上的所有节目 都有中文字幕 所以呢 您就可以看懂了 如果您想要更多的隐私 并观看更多的节目 那让我告诉您 点击链接 ExpressVPN.com slash 未解之谜 就是这个未解之谜的缩写 WGZM 您将获得额外的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这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是一个福利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您不喜欢的话 它们有30天的退款保证 所以是没有风险的 当然呢 我只推荐我自己用过的产品 我相信大家呢 也会发现它的巨大价值 您可以点击屏幕底部的链接 不要错过这个超值的机会了 现在就动手吧 还有一件事 当时呢 有一位挺出名的残疾的女青年 她两岁的时候 就被火车给压断了双手 李游甫就让不同的孩子 看看她为什么会没了双手 因为有果必有因嘛 就是想看看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结果呢 一个北京的孩子说 她的前世是一只很恶的动物 用手啊 干了很多的坏事 所以这一世得还业 另外一个孩子看得更具体一些 说她前世呢 其实是一只蜈蚣 后来自己修炼 有了一些能量 这触手都变得白白的了 可是 她去用这些触手 害死了很多人 这孩子还提到一点 说这辈子 这女子生下来的时候 手应该是很白的 而这事呢 被青年证实说 确实是这样的 这里呢 用手干了坏事 遭报应的事 两个孩子都看到了 说的很一致 不过还有一位广州的孩子说 这位女子啊 这一世是比较善良的 下辈子可能会修得正果 嗯 这也算是给她预言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吧 其实呢 这些事情都说明了 一个道理 就是业力伦抱 刘福说 她还遇到过一个病人 这个人一直以来 从腰以下的部位 一直到脚的后侧 每天都会疼得要命 但是就是查不出这是什么病 病人也就这么一直痛苦着 后来呢 发现说 原来她的上辈子是一个当官的 经常把人驱打成招 所以说 这辈子她的腿啊 就得遭受同样的折磨了 如果按照佛家的讲法 这就是 前世之因 后世之果 虽然如此 看到别人遭受痛苦的时候 摘心人后的李先生 还是愿意帮助他们的 不过 他并没有用自己的超能力 而是用了人间普通的一只方法 就是真酒 要说李游福能成为真酒师 其实说起来 这还得感谢他在武学大师 陈继生先生 在他那里 李游福先生学会了解学这门功夫 陈老先生武功很高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 参加全国的擂台赛 跟他过招的武林高手们 根本都碰不到他的身体 就看他们自己东一拳 西一拳的乱打 可是越打呢 越没有章法 最后他们就只有泪趴下了 而陈先生呢 总是不战而胜 很多年之后 徒弟李游福说 这武功啊 其实是分层次的 最低层次的武术重点是攻击 高一层的就是防守 再高一层就是不攻也不防 随心所欲出神入化 而陈老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出神入化的高手 不过呢 陈老先生不好名利 一直是身居简出 选徒弟的要求也很严 所以其实呢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有他这么一号人物存在 李游福先生一开始也没拜在他的门下 他的启蒙老师啊 是陈济生的结拜兄弟 陈胜甫 陈胜甫也不简单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还是中国第一位武术教授呢 陈教授选徒弟一样要求很严 当年十八岁的李游福去拜师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过 这十年的时间里啊 老师只教了他一套拳法 但是李游福呢 也不介意 十年当中 不管是天寒地冻 还是烈日炎炎的 他都是每天一大早 赶去老师的家里练武 对老师呢 也是非常尊敬 他没想到的是 这十年的时间 其实都只是这位老师 对他的品德考核 当考核通过了 老师对他是倾囊相受 不但是教他各类拳法 武术器械 还教他修习道家功法 甚至把自己的独门功夫 山西边杆也教给了他 1982年33岁的李游福 就是凭借着这一套独门功夫 成为了当年的全国武术冠军 然而李游福的武学之路 并没有止步于此 陈教授呢 后来还把他推荐给了陈济生先生 而从陈济生先生那里 李游福更是领会到了 内加功夫的高深之处 陈济生先生教的是 进攻太极108式 一般的太极拳呢 顶多是练个几十分钟 而这108式 却要求练三个小时 非常缓慢 而且练习的时候 还得头上顶个球 无论怎么动 这球都不可以落地 都说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绝顶高手怎么教的 却是越慢越好呢 陈济先生说 其实啊 这个慢练就是快练 当真的慢下来 进入到入境的状态的时候 在别人的眼里 你也就是快得不行了 而这个呢 也是当年他在擂台赛上 对手碰不到他的原因 因为他总是比对手快一拍 所以说人家的拳头 就落不到他的身上嘛 而当时呢 听到这儿 李游甫还没能理解得很深刻 等到很多年之后 他才明白 静下来的时候啊 其实是走了另外空间了 两边的时空概念是不一样的 而快慢也就自然不同了 除此之外 李游甫从陈老师那里学到的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解穴道的功夫 老师一开始呢 是想教他点穴的 这一伸手啊 就可以把人点死的那一种 在学武之人看来 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好机会 没想到 这位天性善良的学生 却是死活不愿意学 他说 他只想学能救活人的本事 而不是把人害死 老师很无奈 然后只教了他解穴的手法 不过解学也好 点学也好 功夫学起来都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挺好奇的嘛 有一次采访中呢 李游甫先生就公开了 这练习的方法 先是练俯卧撑 从食指着地开始练 慢慢的减少到 只用两根手指 就可以撑起来的时候 这外功就练成了 俯卧撑能练到这种程度的 也就是当年的李小龙吧 李小龙呢 轻轻一掌 就可以把一个大汉给打飞了 这手上的力度还是很惊人的 不过这时候呢 功夫还没成 师父会教你 行器 引导 最后练出内功 李游甫说 那个时候啊 轻轻一点 被点学的人 可能没什么大的感觉 但是之后 他会慢慢的出现问题 有时候呢 会肌肉僵硬 有时候就好像得了重病一样 也有的是 个把月就死了 不过这种机器危险的功夫 可不能乱用 李游甫就曾经认识一位点学高手 这个人 因为不正当的原因 向别人下手了 而后来 自己也得了大病 死了 李游甫先生觉得这是报应 他说 功能是不能这样使用的 后来 他的解学功夫 倒是如他所愿 能救人了 那年 北京怀柔 有一个人上山打猎 不小心从山上面摔了下来 之后 整个人就动不了了 昏死了过去 在附近的李游甫一看就知道 这是避了穴道 于是他用手点了几下 很快 那个人就站起来了 当时看到的人都觉得很神奇 而这事还被媒体拿去报道 在报纸上一宣传 李游甫会点血治病的这个名声 就打响了 从这儿 他索性就学起了中医 做起了针灸师 因为基础扎实 再加上他自己也肯钻研 不少的疑难病争 在他这里都有好转 神奇的案例也有很多 有一位患了严重癫痫的男孩 每天是发作五次以上 李游甫先生给他治了几个月之后 就基本不发作了 还有一位呢 是患有血液病的俄国小女孩 来见他的时候 小女孩的血细胞已经坏死了 二十项血液指标当中 只有两项正常 这孩子还怕扎针 于是呢 李游甫就给这孩子做耳部按摩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 一粒药没吃 孩子就恢复正常了 李游甫神医的名声慢慢传开了 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1993年 在朋友的热情邀请下 他就去美国开诊所了 没想到的是 在那里啊 人到中年的他 已经是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大师的这个李游甫 又拜到了一位师父的门下 他说他在以前的生命中 一直在寻求一种真正的大道 而这位师父告诉他了 他从此呢 也走入了真正的修炼之门 从前呢 有许多遇到过的 研究过的 思考过的 但是却不得其解的问题 现在都是迎刃而解了 而他那个常年挥之不去的头痛病 自己想尽办法都没治好的病 现在也痊愈了 不仅如此 更让李游甫感到特别欣喜的是 他发现啊 自己在武学上 有了更大的突破 他以前打坐的时候 感觉自己轻飘飘的 好像是飘在云彩上 觉得就挺不错的了 而现在呢 他感觉可以冲出地球 冲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去了 武学更高深了 他的医术也更为精湛了 甚至到了可以起死回生的地步 2004年 他有一位做牧师的朋友 忽然中风 晚上呢 送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 就被医生宣布说 脑死亡 医生建议家属 要把管子准备火化了 牧师的太太 十分的舍不得 就找来李游甫先生 给牧师扎针试试 没想到的是 扎了两周之后 牧师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们也都很惊喜 很高兴 他们鼓励李游甫先生 给以牧师治疗 又过了几天之后 牧师就从危重病房 换到了普通病房 后来基本就恢复正常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那么现在 已经退休在家的李游甫先生 已经不常给人看病了 但是对于自己 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传统武术 他依然念念不忘 去年秋天的一个国际武术大赛 请他做评委会的主席 李先生也是很高兴的去了 黏玉古希的他 依然是精神绝朔 偶尔下场会指点一下后背 随便一个动作 都是教科书式的标准呢 稳健的身姿 犀利的眼神 仿佛他依稀是当年 18岁少儿郎的模样 好了 今天关于李游甫先生的故事 我们就说到这儿 贝姐之谜我是扶摇 我们下次见